咳嗽有血 真沙啞 當心隱形健康殺手找上你 之前有個病人 他是個老煙腔 因為老煙腔其實很常會咳嗽 而且咳嗽可能比較大 可能就會有血濕 他也覺得很正常 他一開始也不理他 兩三個月 可是他覺得非常怪 為什麼最近這兩三個月 只要咳嗽必有血濕 他想說他就是肺癌 他去休息一趟車照一趟電視光 醫生跟他說沒事 他就很放棄 可是拖了兩三個月 後來連聲音都開始有點變 就開始有點沙啞 我說你這個可能還可以 耳鼻樓科醫師看一下 耳鼻樓砒